好,在了解了食餐和行餐之间 它的本质操作就是拷贝的概念过后 那我们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我们函数的行餐中 行餐中,接收数据中的接收形式中 分为值接收和地址接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餐的值传递和地址传递 它的一些区别 但是我们说不管这两个东西怎么传递 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拷贝 好,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样的概念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小例子 比较经典的去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 我们去写一个交换两个数的一个函数方法 好,我们来看 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 我之前有个空间是A等于20 之后空间还有一个B B空间假的等于30 现在我最终的目的是想 在print for这句话中 看到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说A是D 然后B是D 然后这样我把A和B看到 那这个问题不大 就是A肯定20 B等于30 对不对 但现在我要交换两个数 那怎么办呢 好了 我们会说 那这样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一个临时的变量来处理 比如说inter C 然后我先把这个A 是不是先用C去备份 对吧 备份完过后 我们现在是A是不是多了一份 所以这时候A就敢变了 让B是不是就给A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时候B怎么把A取到呢 A已经变了 没办法 这时候必须把备份的C 是不是给B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句话就非常典型的 或简单的完成了一个什么 交换两个数 然后之前我们还讲 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方法 就是一货 对吧 也可以省掉C 然后把这样两个数交换 然后再交换过后 我们再看什么 再看这个A和B的时候 肯定就已经发生什么了 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B是D 好 我们去换一个 前面加一个 比如说after after after sweep 然后A和B的值 好 这个都比较简单 我们快速看一下 刚刚我build mysweep 好 build 运行 好 很显然 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说这个发生改变的 这个算法 可能确实很通用 对吧 可能我们经常会用的 所以我能不能有个办法 把这样的代码 怎么的 剥离开来 这样是不是我们函数的 这个代码指块的功能 就显得更加优势 很大了 对不对 就是我把我的代码 放到一个指块里头 以后不管mile函数用 还是其他函数用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掉 对不对 这样呢 使得我们在编码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的附庸化 附庸化更强一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考虑 那好了 我就把什么 sweep 写出去 对不对 写出去呢 我们看怎么 这个函数怎么操作 既然乘上几下 那么很显然 我们乘上几下 是不是 sweep 是不是要先把什么 把这个 先把 先说乘上 对吧 我至少要知道 A和B的值 我是不是才能 sweep一下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 乘上的话 是不是必须通过 原括号中 传两个 什么 预先先传两个空间 给我 我才能乘上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他第一个 同学办法这样 int A int B 就A和B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A和这个A 怎么的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个A 是不是归sweep管的 这个A 是不是归 Mile函数管的 所以两个局部函数 虽然同名 但是作用域不一样 好 然后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A和B 不是来了吗 A和B有了 过后我们是不是 来定一个C 然后还是一样 C等于A 对不对 然后呢 A等于什么 B 然后呢 B又等于什么 C 对不对 好 然后当然有些人说 那我A和 这乘上 对吧 乘上 那我起下呢 就是反回去 怎么办呢 那我们先不管 反回去 假设说 我们因为这 反回值 我们先不管 因为反而A和B是变了 对不对 A和B是变了 好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只需要 把这样的代码删掉 删掉 干什么 是不是掉 这个Swap函数 对不对 那么Swap这个函数中呢 我们说 那就把A和B 分别的 按照这个顺序 传给他 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 能不能先传B 后传A 不行了 因为 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 就说 看你 看你是怎么定义 A和B的 对不对 反正交换两个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行不行呢 好 回车 运行一下 好 大家发现这个情况 就很特殊了 你看 还是20 30 还是20 还是30 也就是同样代码 我没有做任何修改 只是把它放到函数里头了 为什么它的效果不同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说 要先说的 说明的一个问题 说明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值传递 什么叫值传递 就是说 我的函数 记住 这个传递是指的是调用者 这个调用者 传的是什么 A和B的什么 值 对不对 本身是它的值 A和B 本身是A和B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你看 我们把画个内存块 你知道 这是Mile函数的内存块 其中 A可能在这 B可能在这 对不对 好 那么同样的问题 Sweep里头 这是Sweep的内存块 你可以认为 这是它管辖的土地 然后这个土地中 A和B 它有没有 我们说也有 形成的目的 是不是预先分配一个A 预先分配一个B 然后去把它处子化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你在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就把 这个圆圈里的值干什么 记住 它不是把它指过去 而是比如说 这个圆圈里头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A的话 原来是A的话 这是B 那么它怎么办 它把A里面的内容 怎么办 是不是拷贝 看没有 拷贝到这里面的A 然后这个B 是不是也是一样 拷贝 什么叫拷贝 是不是多了一份 多了一份 好了 然后后面 你看我们的代码 怎么运行 是不是按照这个方式运行 而这个方式的ABC ABC看到的都是谁 是不是也说Sweep里头 它在做变化的过程中 是不是一直是一个什么过程 一直是一个什么 在这个空间里 对C对A对B进行复制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函数一旦返回过后 就是这句话结束过后 我们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什么情况 这个Sweep里的所有局务变量 是不是都会被消失掉 因为我们说函数生命周期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内存怎么的 消失掉 你所谓消失掉 你可以认为出战 当然或者你 你干脆把它理解成没了 没了不合法了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这个printful 看的A和B 还是这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Sweep如果用直传递的话 是不是导致了什么 咱们是不是只是 把A和B的备份 让它进行交换 而并没有完成 对这个空间的A和B进行交换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直传递的 第一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就说原来我传完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 什么情况 其实传的是它的一个备份 也说这时候你变啊变 怎么的 我都不会什么 对我原有的空间发生任何的什么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直传递的第一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 那么当然这种现象呢 其实也有它的好处 我们先看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 那这个特点呢 我们可以给它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的有个函数 有一个函数 VYD FUN 然后假设它是一个硬特 硬特嘛 硬特A 然后呢 这个A可能发生了特别特别复杂的变化 反正特别特别复杂 然后A可能又等于什么 比如我们又哈奇算法了 又MD5算法了 然后又怎么怎么很多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算法 反正进行对它修饰对不对 好 甚至来说你根本看不懂 然后呢 就假设有个面试题是这样做 他说然后Mile 然后Mile里头呢 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还是一样 定一个硬特A 因为这个A等于20 然后呢 我们说FUN嘛 对吧 FUN 20 啊不20 A对吧 然后我们呢 就说想回来再看看这个printf 看看这个A 我就不写全了 好 那大家来思考一下 如果以后面试中看到这样的题目 你能不能不要花时间在看FUN了呢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FUN是不是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值 你看它这个地方传的是一个值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A 实际上对这个A来说 是不是只是个拷贝了 备份的一份 也就是多了一个副本而已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地方 即使你的程序多么复杂 甚至来说我们看都看不懂的话 那么是不是对变来变去 是不是都是对这个副本进行变 也就是说对上层这个空间 有没有做任何的任何的修改 是不是没有修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认为 我们这个A百分之百 还等于什么 是不是还等于20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直传地中 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感性的理解 什么理解 就是为什么要用直传地 有一种什么上层 所谓的上层 我们就认为是mile 上层函数调用者 或者称为调用者 调用者 一种保护自己空间值 什么不被修改的能力 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时候 让这个A的20的作用 只是在什么 是不是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一个20这样一个信息 但是你对我A本身的内容 你千万不要进行修改 对不对 有种保护的感觉 看没有 所以说呢 我们说当我们以后看到别人的函数中 写了这样一种函数 就是函数调用是一个普通的什么 普通的一个普通直传地 就直传地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认为 这个函数调用完过后 我的这个值还发生改变不 就不能发生改变 不能发生改变的目的 当然主要是为了保护它 就说这个值啊 我就是给你看的 你后面 你想去变都不行 想变都不行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直传地中的一种保护概念 保护概念